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鲜的卷人说 今天我们来来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一见钟情到底算不算见色起义 在文学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关于一见钟情的桥段 似乎许多中外的作家都非常热衷于一见钟情 渲染着爱情最本真最炙热的状态 例如小说罗里塔中 描写男主义罗里塔第一次相遇 他是这样写的 事先一点没有预兆 我心底便涌起一片蓝色的海浪 在布满阳光的一个草垫上 半光着身子跪着转过身来 正是从黑眼镜上瞅着我的 我那维埃拉的恋人 我发觉要用足够的说服力 表现出那一刹那的情景 那阵战力 以及情绪激动地识别出他以后 所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真是极为困难 但是同样的 也有非常多的人对一见钟情不屑一顾 放屁 你的叫我喜欢吗 你的是缠他的身子 你下贱 那么这期 就让我们一起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聊聊这个事情吧 废话不多说 先接我们的intro 在网络新闻和营销号的文章中 一直都流传着一个 一见钟情只剧8.2秒的说法 我通过在网上检索发现 这个说法援演的应该是2009年国外杂志 新行为档案中的一篇报道 研究者通过秘密跟踪 115名学生与演员交谈时的眼球运动 发现男人平均注视那些 他们认为美丽的女演员的时间为8.2秒 但凝视那些 他们认为不那么信任的女演员的时候 时间降至了4.5秒 但文章也指出 女学生看演员的时间是相同的 他们给出的解释是 由于意外怀孕和单亲的风险 女性对吸引不必要的关注更加的谨慎 显然这样看来 不管是从实验的严谨程度还是适用范围 这个8.2秒的说法并不是那么靠谱 其实长久以来 对一见钟情 不同的心理学派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解释 比如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压抑我们自己的恋父恋母情节 但它并没有消失 仍会在我们的爱情中体现出来 当我们偶然遇见了这样的人 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某位貌似父亲或母亲的异性一见钟情 或言之 你不是缠他的身子 你是 而生物学流派的荣格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意义 他认为弗洛伊德过分的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了性的作用 他的理论是 人会在前意识中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标准 来帮助我们筛选异性 在寻找伴侣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种无意识的标准投射到每一个潜在的对象上 偶然遇见一个匹配程度高的 就会产生一见钟情 这么说可能比较玄学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在生活中 你是否会没来由的讨厌一个人呢 就这个人你第一次见 你就觉得 气场合不来 原因你也说不上为什么 就是打心眼里觉得你们就不会成为朋友 而后事实的发展往往又确实如此 在荣格看来 就是因为人在前世中会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意向 来帮助我们指导我们进行选择 而现代的图示理论显然又更近了一步 他们认为 虽然我们心中那个完美的爱人整体是模糊的 但大体总要有一个倾向和意愿 他们将它称之为爱之图 这张图最早开始也是以父母为原型开始勾画 但在外界的影响中 我们会不断的修改和补充 比如你今天看了我的视频 哎呦 这个嘴真大 我以后绝对不能找一个嘴这么大 你就把这个标准加入了你的爱之图 但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察觉 明天你看了亲爱的热爱的 哎呦 李线 哎呀这犀利的眼神 哎呦这俩大成腿 哎呦好喜欢好喜欢 开个玩笑啊 当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人的时候 私目相对 眼睛就迅速地捕捉到了对方的身高 体型 眼神 发色 发型 风度等信息 以很快的速度通过我们的视神经传给大脑 对方的特张与我们所储存的图像 越是相吻合大脑产生的心息就越强烈 多巴胺的分泌就越多啊你的就会出现心跳加快啊 手心出汗 脸面发红等症状 这种变化就被你的大脑解读为一见钟情 虽然最初也是由父母为原型开始勾化 但他的观点还是区别于弗洛伊德的观点 他们认为啊这不仅仅是对于幼年性爱的需求 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亲情的回归 他们我们渴望回归那种幼儿时被父母腐爱 呵护 充满安全感的体验 我觉得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西方这种幼儿又 性爱需求的理论 亲情说 我觉得更容易被我们所接受 调查数据显示啊 一见钟情并不是短暂瞬间的激情 调查认为 70%的男性以及80%的女性曾有过一见钟情 多数发生在20岁左右 结婚或长期维持恋情的占70% 结婚的占50% 在离婚率超过50%的美国 一见钟情并结婚的夫妇中啊 男性的离婚率在20% 女性的离婚率在10%以下 说明一见钟情虽是命中注定 但也确实可贵 其实就算脱离了爱情这个范畴啊 低印象也是非常重要 美国心理学家洛欣斯提出的首印象就指出啊 通过低印象最先输入的信息 对课题以后的认知产生的影响作用最强 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比以后得到的信息对整个事物 整个印象产生作用更强 也就是我们说的先入为主 你们之间的故事可能从一开始 结局就早已注定了 我们会不自觉的把那些我们认为好的特征啊 比如说勤奋啊 自信啊 乐观啊 放到那些我们认为外表看起来有魅力的人身上 把那些坏的特征啊 给那些我们地面看起来有些讨厌的人身上 为什么我们要注重外在呢 因为起码你要给对方一个开始关注你内在的理由啊 不然对方图你啥呢 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就知道了一个道理 得不到男神和女神的人永远是最幸福的 因为他活在你的想象中 给你的幸福感是最多的 一旦你得到了他 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你反而可能会很痛苦 听我这么一说 镜头前各位单身的朋友有没有觉得开心一点啊 回答我们最初的问题 如果仅仅将一见钟情归结为见色起义 很明显是过于小看他了 一见钟情是心理与生理上的综合作用产生的 在其中外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这里漂亮和帅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对于别人一见钟情的恋人 我们时常会发出 你到底看上他哪点了 灵魂考文 其实上文提到的三种的心理学理论 虽然观点不同 但都将爱情指向了前一世层面 而且都绕不开父母对爱情的影响 父母是孩子初恋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 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女性朋友可能就不干了 难道我就是你妈的替身 你说你妈和我掉水里了 你先救谁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这么极端 不管我们的爱之徒是依据父母所爱 还是依据我们的偶像师长或者兄妹所绘制 都是因为对方触发了 你的前世里最幸福的部分 再加上生理上的信息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so如果你有一见钟情 请一定要好好珍惜 在这里我也给出各位一点恋爱的小建议 就是我们可以反过来利用首印象 不管是工作面试还是相亲 都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敌印象 心理学家爱根提出的Solar模式 G S Squared 保持适当的距离 O Open 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 L Lean 身体自然地向对方倾斜 一爱 保持眼神交流 二 Relax 营造舒适感 在第一次见面时依据这个原则将大大增加你成功的几率 视频的最后照例是我们推出环节 我们一整期都在说一见钟情 低印象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两个人初见留下的低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 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呢 小朋友说到这里 有的朋友已经猜到我要推荐的就是 蒋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 一本抨击敌印象 抨击这个偏见的书 我始终相信 有爱情的婚姻不一定幸福 但没有爱情的婚姻一定不幸福 奥斯丁的小说虽然在19世纪所写 但关注的却是时下我们最关注 或者说婚姻中永恒的命题 我们该如何在金钱和爱情之间做出权衡和取舍呢 达先生和伊丽莎白既有爱情也有面包 两人相互理解 互敬互怨固然美好 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有多少人会像作者蒋奥斯丁一样 宁可终身未婚 也绝不屈就呢 我们的生活需要多一点的理想主义 我们的世界也需要多一点的理想主义者才能更好 希望视频前的你都能找到自己的达西和伊丽莎白 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了 我是菊 这些视频的内容就这么多 我会每日在这里春雨 你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所知 所以想让如果你请问我这一篇 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